近日,一则13岁男孩背患病同学5年的消息走红网络 这位背着同学去上学的少年名叫孙思苗 孙思苗也因此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一所中学里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孙思苗背着患病的好友王傲然上下楼梯陪他去厕所 点点滴滴地照顾着王傲然的在校生活 我是二年级的时候认识王傲然 我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就感觉都是同龄人 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她挺可怜 然后我就开始帮她 王傲然的母亲告诉记者 王傲然八岁那年被查出积酸基酶膏膏 不能站立行走 从那时起,王傲然也变得特别敏感 但当王傲然遇到了愿意陪伴与帮助自己的孙思苗 王傲然的脸上又重拾了笑容 说到这里,王傲然的妈妈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回来孩子倒是告诉说有一次那个毕业照吧 他下楼的时候,那个晚上孩子看着挺飞行的孙思苗 就把他背到一楼,从四楼 然后又从一楼背,背到四楼 孩子回家反正就告诉 上下楼梯,去厕所,参加课外活动 这些事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 但是却是王傲然难以完成的日常 从此,每到课间,问王傲然是否上厕所 上下学时背着他上下楼 帮他拿书包,变成了孙思苗的日常 如今,两人一同升入初中 为了能继续照顾他 孙思苗和王傲然约定要上同一所中学 被分到同一个班后,老师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还安排他们俩坐了同桌 我了解了一下,就是他从小学的时候 就一直照顾这个王傲然 从小学二年级,王傲然转到这个小学来 他就一直照顾他,一直照顾到六年级 上楼下楼的,他就背着他,有时掺他,扶着他 到这儿来呢,他俩又分了一个班了 我就给他俩放在一个座里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如今,王傲然身高一米七 体重达五十公斤 已不似小学时瘦弱 孙思苗背着王傲然显然有些吃力 但他依旧咬牙坚持着 受孙思苗的影响 班上的同学也开始陆续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赛中 默默地帮助着王傲然 把我们俩分到一个学校 我感到挺庆幸 分到一个班也是 更何况分到一个桌 我感觉以后我还能继续照顾他